可能你都没买4K电视 不过未来科技是不会等人 在上海举行的Canon Expo 就展示了一系列的8K产品 这几年来都有不少厂商讲8K 不过好像这一次 看到8K投影、屏幕、视频机 样样齐全就比较难得 这个8K投影画面 由四部4K投影机播出 用8K屏幕试看8K影片 原来8K片的截图像素都有3540万 或者给你相机拍出来的相片 更加有细节 用放大镜来看真是木杂讯 8K摄录机也都有 2020年东京奥运 日本会有8K电视广播 存钱买电视都差不多了 或者你已经对相机像素数字感到麻木 不过由百万到千万 今次就由千万变为亿 这部1.2亿像素的相机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新鲜感呢 现场眼看手不能动 不过单看相片都已经感受到过益的实力 这个不是影尾距 而是挂在高处拍摄的 这个头罩3.8个 好像天使得特别 不是标奇立二 真的跟普通的VR头罩不同 叫Mixed Reality 特别之处是可以与物件互动 上车坐下可以看到车身来龙 还可以手握台盘 VR就做不到 Canon都有做VR 这个手持式设计好像很笨重 它播放的影片解像度有2560x2880 比其他同类产品高 带得有道理 连打印机都说 是不是没有新产品可以写了 不是 新的高清打印技术 很高又好看 这个纸仔的飞机场 有没有把你压到呢 去到油画区 提到这么有质感 但其实是平面指张印上去的 而这边就是在立体的素材上打印 究竟这幅画是平静静靠突呢 真的要摸一下才知道 这个名为X-Protect的保安写录系统 可以认得出年龄和声别 还可以记得人流 我们这些小市民最关心是哪个最年老 但最大潜力是相互用在统计顾客资料上 还可以测试到全个场馆的人流分布 闭路电视都玩大数据 要挑剔的话 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概念产品 无法收场情 你看看 婆婆大妈都玩得这么开心 都会觉得她不只是一个上机战 这么简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